Hello 大家好 又是史萊姆 那今天這段短片 其實明顯是針對 一陣呢 1點鐘我們有 不歐神的200% Up的活動的 那大家見到啦 那其實是限定 今天就有一個 呃...活動啦 那就是1點到今晚 12點鐘 那就有這個 不歐神系列 200%提升的 那其實呢 那很多人都跟著就問我 不歐神很厲害嗎 那曾經呢 不歐神 被以為最好用的神 但是啊 到現在這個moment呢 大家發現 希臘神和埃及神的好用之處呢 就發現原來 巴奧神都不是 那麼強 那其實呢 都不是的 那仍然巴奧神 都擔當在純色隊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那假設啦 你們只是打獸隊 沒什麼好說啦 那其實巴奧神 他主力是課打純色隊的 那當然啦 還有那些神隊啊 各樣不同的隊 都其實用得上 那其實話說之前的 大廳的 大廳的藥士啦 那超級呢 我都是用落機過的 即是 暗巴奧神 其實暗巴奧神 就是落機啦 那就是非常重要啦 好啦 那 巴奧神仍然 很多人都喜歡用啦 那我今天就講解 小小 巴奧神 究竟是什麼東西 來啦 好啦 話說 講到一件事先 就是 有個人問我手機看不看到 直播的 可以的 不過呢 手機上面很難搜尋到我的頻道 是不知道為什麼搜尋不到啦 所以大家可以首先去 desktop version 去teach.tv 申請帳戶 然後呢 去 啊 follow了我之後呢 就去翻這個 teach.tv 那這裡呢 就有了 按回following 見到 那你按following呢 進去呢 就應該會 看得到 你之前follow了 到哪個帳戶的 那這個當然我隨便的啦 那你只要follow回 Eraslime Eraslime 那這樣 然後就可以在這裡 following 這裡找回我 那就可以 在手機上面看到直播的啦 好 正題 黃昏號角落機 這個就是六星的版本啦 那就是 進化完的版本啦 那它其實是神器啦 它滿級經驗是 四百萬 那其實是 五星和六星都是四百萬的啦 那在神器來說呢 就算比較少 因為沒有記錯啦 中國神是要五百萬的 然後呢 這個的 希臘神是四百 五十萬 是不是呢 我都不要記得了 Anyway 總之它是 神器裡面 經驗值比較 需求是比較少一些的啦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它的生命值 在神器來說都算高的 是的 還有攻擊啦 回復啦等等 這三個三位都是 基本神系列裡面呢 最平均的一個 就是它都算是不錯的 那我還有 那個 總計是比較多 是五千零四十五 那在神系列來說 是算多的 是的 還有它的最小冷卻是八 那其實是 之前被人 呃 呃 之前一開始不是這樣 之前是五的 最最開始這個遊戲的時候 所以大家都覺得 Bowl神很好用 那但是後期呢 官方就覺得 嘩 OP了 那改回到八的 是的 那過時都引起了幾大的迴響 所以引致到呢 去到現在 有些人就覺得 Bowl神沒有那麼好用 其實這個是 其中一個原因啦 但是其實 即是 老實講啦 CD8其實 已經很好用 本人覺得 是的 是的 所以大家 不要看少 這個黃昏號角落機 那當然啦 現在 不會只說 沒有東西做啦 是不是 那我們 立即進入實戰 好啦 大家見到這個版面呢 有沒有聲音呢 有聲音 good 這個版面呢 就是 我砌了一堆暗 那 那 進來這裡 那其實見到那個波煞 那其實 基本上呢 有了 落機感有什麼好處呢 那其實就是 可以把所有的暗珠 變成平化珠 那當然啦 現在我覺得四顆暗珠很少啦 那通常就會配合 一些鑽珠 一起用的 譬如 Morgan 和 Morgan 和 Morgan 即是巴風特 和 暗夜龍 就是 轉熟 就是光轉暗 巴風特 即是Morgan 他就是 心轉暗的 那現在這個moment 我就選擇心轉暗 因為我心主比較多 好啦 那我看到如果雙隊長有這個 嗯 落機做隊長呢 其實 暗隊有四倍功的 那當然啦 你未必需要兩邊落機啦 那但是 兩邊落機的好處就是 可以 打大陸的時候 起碼用到兩次啦 那有時一次未必秒到他的話 OK 那我就開始轉了 還未轉得 我先用完 那這隻落機是朋友的 那你見到他呢 他都升到幾 快快 升到CD13 我只是沒什麼升過的 你看到 是23 哈哈哈 他一隻很厲害 他一隻滿等的 他的攻擊力是1540 好啦 那話說 就是這樣啦 那我就 開始 轉 你看到呢 打下去是很暴力的 那是去到 如果屬性傷 是去到六萬攻的 你見到是非常恐怖的 那當然啦 這個時候呢 我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啦 譬如我想 呃 有什麼可以做 我都不知道 其實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沒有光珠 要不然呢 我就會用多次 用完這個 光轉暗 OK我沒有光珠 那不要緊啦 那這個時候 我起牙一回合不打著 我想吵一下光珠 好啦 不是想秒殺他 因為就是想 呃 秒殺他就贏了啦 那我是想示範一下 呃 呃 爆神那個技能而已 那現在光珠比較多一點點啦 那我就用多次這個 然後就用圍球法珠 好啦 其實說瞬間爆發力來講呢 呃 轉得壞 爆神的瞬間爆發力是最強的 那麼多隻在裡面 你看到他是右 去到四萬五攻 其實是非常厲害啦 好啦 沒講這關 這關其實是 呃 光屬的第五 五的第四啦 即是光屬的五四啦 即是光屬的五四啦 那你見到用純色舉認的輕鬆取勝的 沒有電 輕鬆取勝 這個就是我朋友那隻啦 你見到光屬的五四 就是神聖 這個啦 的奪命閃光的 那其實見到呢 我打第五層的容量輕鬆啦 那我相信再打多一層呢 應該都沒問題 只要我有控場 剛才我帶了一隻 伊莎貝爾 那是控場啦 那其實已經是可以 打得贏 第五層的關卡啦 那你說 主塔的打得贏呢 我就沒試過 不過呢 我相信 如果配隊配得好 level 又不太差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的 對了 那 所以告訴大家 其實有爆神也都 不錯啦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已經覺得爆神不錯的 你不需要理我講話啦 因為 只是多一個人認同你啦 那但如果你說 啊 爆神很弱喔 那這個時候可能你應該會有少許改觀啦 因為爆神其實真的非常強勁的 好啦 那講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那大家記住一陣 1點鐘準時看我 在TeachTV的直播 對了 直播 那大家都歡迎大家去訂閱我們的TeachTV啦 就是Error Slime的TeachTV啦 為什麼呢 因為越多人訂閱呢 呃 那個叫什麼 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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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大 那意思就是說 越順咯 那所以麻煩大家 高台貴手訂閱 那我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得順一點 那我又玩得順一點 非常好啦 那今天 我都準備了20抽啦 那就是 20抽去抽這個 爆神啦 那話說 為什麼我用樂機來做這個Testing呢 很簡單 因為我只能下機 哈哈 那我是 其實我想的是 我想拿到水的爆神啦 還有木的爆神 因為它 地對來講 都重要 因為水和木 我覺得都比較強的 就是比較暗 其實水和木 我自己覺得是更加強的 那我之後 或者再講解一下 為什麼啦 OK 今天就講到這裏 麻煩了 拜拜